徐宫国产第一台21米绝缘斗壁车 最大作业高度21米 最大工作幅度13.3米 额定载荷272千克 额定线路电压每标46千伏 装配重汽最新T5G底盘 配置遥控锁 全气囊座椅 轿车化内饰 1.拉起手刹 四轮垫好挡车器 2.确认变速箱操纵杆处于中间档位 取力器开关处于断开的位置 3.离合器踏板踩到底 4.启动发动机 5.踩住离合器踏板 接通取力器开关 6.慢慢地松开离合器 支腿操作 可以选择每个支腿单独操作 也可以四支腿联动操作 首先选择四支腿联动模式 请将钥匙开关打开 电源指示灯亮 打开支腿警示灯 1.支腿联动自动调平模式 支腿模式选择联动 水平腿幅度选择全伸 按住一键斩支腿 支腿快速打开 自动调平 2.当垂直支腿伸出后 请确认以下事项 1.前后轮胎是否全部离开地面 2.垂直支腿检测开关 风鸣器声音 由有到无 如有未接地的垂直支腿时 风鸣器鸣叫 3.如发现有不符合的情况时 再次按下一键斩支腿键 实现车辆的自动调平 3.支腿操作完成后 将钮子开关切换到上车操作 此时可以操作上装 下车操作处于车辆后方箱体内 1.臂架操作面板部分 选择下车操作 下车操作指示灯亮 2.解开瘸圆臂绷紧带 3.便幅升降 手柄向上推为伸缩臂升起 手柄向下推为伸缩臂下降 手柄向上推为下折臂升起 手柄向下推为下折臂下降 4.臂体伸缩 手柄向上推为伸缩臂伸 手柄向右推为伸缩臂缩 5.起下折臂 伸伸缩臂 直到车辆达到最大作业幅度 回转一周 展示车辆作业稳定性 然后便幅伸缩臂达到最大作业高度 6.回转 手柄向左推为工作平台 顺时针回转 手柄向右推为工作平台 逆时针回转 手柄向左推为转台 顺时针回转 手柄向右推为转台 逆时针回转 7.回转到车辆侧面 将工作斗接近地面 展示车辆的倾倒功能 调平工作斗 进行正常作业工况 8.转平操作台 穿戴绝缘防护用具 人员进入工作斗 系好安全带 进行平台操作 9.带电作业项目 更换绝缘子 1.上下车切换 将支腿操作面板上的转换开关 转到支腿操作 2.垂直支腿的操作 支腿模式选到单动 选择垂直腿 选择4个支腿 扭子开关选择缩 直到支腿收完 3.水平支腿的操作 支腿模式选到单动 选择水平腿 选择4个支腿 扭子开关选择缩 直到支腿收完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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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